都是站在这个角度 有的时候把我们感动的都不行 我就想这些事情 你想给的不一定是别人想要的 咱们做雪中送炭 不要做锦上添花 真的哪怕是以后是朋友 普通朋友 我想你也不能看到大宝宋男吧 是不是 我相信堂堂做人做事 你是很大气的一个人 而且你认定的事情 我看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除非你心里想放下的事情 才会放下 你是太有主见的 我跟你讲 如果你的父母那个时候 极力的反对你 可能你还要坚持你自己的那个 但是你妈妈说那些话 就说孩子你拉着大宝 我就要拉着你 那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堂堂已经是 就身上有责任了 对对 加上没没点小东西 是不是 点一下 所以我觉得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就是 真的 她明明可能她觉得我们俩没有那么合适 但是她 她会说 没关系 只要你喜欢 你想去做 然后你就去坚持 然后我 你去拉大宝 我去拉你 我觉得我妈妈 真的很有智慧 当然她说的也是真心话 但是她这么说了之后 反而让我 觉得 不能那么任性了 是不是 对 家人们你们懂这种感觉吗 但反而我妈 反而来去骂我两句 说我两句 我母亲说我几句 我反而可能我还想 不行 我得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母亲又特别理解我 我也是这样的性格 我不怕别人对我不好 但是谁对我好 我就缴械了 所以说唐唐 以后的路挺长的 是这样的 该是你的 走不丢的 早晚都是你的 不该使你的 咱们就说 很多事情 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只要做到自己尽心尽力了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就好 家人 那个阿姨 我看大宝在连麦 你要不要连一下他 是不是 好好好 你先和他连 你先和他连 要不要连 我跟大宝 家人都想看上大宝 你和他连吧 我笑了 辛苦了阿姨 我跟大宝 没事没事 没事 疼的 辛苦了 家人们连不连 就是 我看意见不同一样 你这样吧 家人们我们点个双赞 点上双赞就连他 老规矩好不好 点不出来的话 大宝就说明 家人们不想听你说话咯 好不好 我数三二一啊 三二一 来 我看看 大宝 不愿我啊 点出来了 咱们就给你连咯 点不出来 就家人们不想让你上来 我塞 家人们 你们太爱他了吧 我真的服了你们了 嗯 你们你们真的很奇怪啊 家人们 来 点到五十万 我连他 你们哥哥说 堂堂 你 你别跟大宝一起了 然后大宝一来 你们又说连他 连他 连他 不是 你们咋回事呢 你们咋这么奇怪呢 你们给我讲讲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只是试一次来 我数三二一 来咱们点到五十万 等下五十万我连他 三二一 不想让他上你就别点啊 来 三 二 一 来 不是你们是闹着玩的吗 你们 到底是想 就是直播间最起码有五百个人 同时是想让大宝出现的 但是公屏上的节奏都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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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实际那个赞就点的老猛了 嗯 真的想念吗 我还双倍点赞点出来了 他点到五十万 然后我们连接他好吧 服务 我跟你说你们真是亲爸亲妈 亲父母 我为什么这样说 太给力了 我真的 好好好连连连连连连 我不知道大宝要跟我说什么 我先说一句你们是真你们是对他是真的亲啊骂他们的骂他的人就是平常教育他们的也是你们最后向着他他的还是你们我 他 他他他他你你他他你不要听他的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要听他了 这个人你都没有见过 我听谁的呀 我看到有个男是跟你连迈的 知道吗 你跟我连迈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咱们不是咱们不是不爱的 是不是 我很爱你的 就是想让你给我一点时间而已 如果你觉得三年时间太长 那咱们就两年一年行不行 你不要跟我分开啊 我这里这两天找你 你也不理我 你见见我行吗 你是因为看到有一个男生 家人们打打正能量好吧 你是看到有个男生跟我连迈的 然后你就找了来找我的吗 然后才说刚才这个话吗 不是我本我本来也想你想找你 但你又不理我 然后然后然后你那个男士说的都不是真实的 他开什么公司啊 他肯定没有说实话 你才认识认识他多久 你自己说 我不认识他呀 所以说 所以说他说的能是真的吗 你信我 我爱不爱你其实你知道 可能家人们也知道 这个男的说什么大老板你也没有见过真人 那他和你见面你能不能不见他 你答应我不要跟他见面好不好 堂堂要不这样 你可以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 但是你不能去他说的那个地方好不好 他说的哪个地方啊 我都忘了 家人们我真的忘了 刚才连迈那个哥哥说的什么 大宝你怎么记这么亲啊 你不是记忆力不太好吗 我真的 我真的都忘了刚才那个哥哥 刚才连迈说的点啥啊 你们还记得吗 你这会儿说的我都有点奇怪 我刚才说什么了 堂堂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的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 所以我不想让任何男的 对你有不好的行为 这没有不好的行为啊 人家只是一个粉丝连迈啊 只是上来跟我烙火磕 加勒们 他真的是想跟他烙火磕吗 加勒们你们说 他真的是只想跟他烙火磕 就这么简单 你们觉得是的扣个一 觉得不是的扣个二 你们觉得是吗 加勒们 是啊 就是烙火磕啊 加勒们 你们你们 你们告诉堂堂 是真是吗 真的是烙火磕吗 哎呀 他说他啥都能答应你 也不一定是真的 嗯 你说 你说我们都还没 说分开 我也不同意分开 我们之间没有多大的问题 两个人只有磨合好了 才能在一起 是不是 我们要长久的在一起 我 我真的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那怎么办 我们俩磨合了三五年吗 咱俩有这么难磨合吗 需要磨合三五年 七八年 十里二十年吗 不会的 堂堂 我知道我们可能 两个人性格也不一样 就是 然后家庭这些也不一样 但是 这种东西就是要 就是要去磨合了 反正你这个人不能信 嗯 嗯 好 知道了 谢谢你提醒 我跟你说了 你 再给我 一两年时间好不好 最多就两年 最多两年 如果你真的心情不好 就是 你可以出去散散心 这样不可以吗 就出去玩 玩一玩 这样我都是同意的 就不要 不要分开了 堂堂 你想一想 这个人刚知道我们 哦 没有分开 只是闹了两天 小矛盾 这个人就开始追求你 这不是明白着 已经盯了你很久了吗 不是 只是一个粉丝连麦 大宝啊 咱们就别小题大做了 好不好 这没多那里事 就连个卖 大家漏会磕 哪里你想 这我都听了 堂堂 他还说什么都答应你 别说三个条件 十个条件都答应你 这话听着就咋那么就不可信了 点个小关小注啊 没有入口 灯牌 咱们把灯牌亮一下 最近都用这个号剥了 嗯 不信不信 好的好的不信 那那那人家说了 别说三个条件了 十个条件都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就不行 堂堂 我 你知道我就是 我 自己制成条件 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 身上也没有米 所以我想说 让自己 自己争一点 有米 有米了 这样的话 不知道好不好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啊 你觉得 我家庭需要你这些东西吗 我知道你不需要 但是我起码得有 不能说空空的 啥都没有 那你还需要有什么呀 那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有的不就是你有的吗 你有的不就是我有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分你我呢 我都不在乎 我不知道你在在乎什么 你的面子永远都比我重要 不是面子 你就是面子问题 你的事业 你的面子都比我重要 大唐 我真的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他纯粹就是一个矫急的 他只是盼着我们 找分开 你怎么看 都看不懂呢 你不要在别人身上 说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说 而且我刚才听那个男士说 他母亲告诉他的 那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他母亲在公屏上说话呢 还说关注了你一个月了 这个不重要 好吧 不重要 你意思就是不去 是不是对不对 我 我不去 但是我去不去 也不是说我要答应你的 我们俩之间又没有什么责任跟义务 你又不是我的 你又不是我的男朋友 又不是我的老公 你没有资格要求我去不去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是不准备去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也不要管了 以后这些事情不归你管 唐唐 我知道你现在在跟我赌气 在跟我生气 你这样吧 你出去散散心 平静一下心情 我们再谈谈的好吧 我要去哪里就 都需要你去给我安排 我想出去就出去 而且我心情挺好的 我在直播间 跟直播间的家人们聊聊天 我心情可好了 我不需要出去散心 我的心很散 散得非常的开心 现在 都快掰两半了 我的心都睡得稀巴烂了 真的 我刚才看到这样 我心都睡得稀巴烂 你好好说话 别搞笑 唐唐 我让你等我一两年 我是想让你过上 以后幸福的生活 我是给你一个保证 这是我发自内心 对你的爱 不是说 说我一定 说 要有 或者说 说你给我什么 这是我发自内心 对你的爱 是我一个态度 你严肃点 好不好 严肃一点 我现在真的很严肃 我刚才看到你的笑声 我真的就很开心 我希望你每天都这样开开心心的 真的 我刚才看到 真的看到你们连迈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心真的快 我 我太痛了 真的太痛了 我受不了了 你说你笑起来多好看了 每天这样开开心心的 不好吗 我们就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的 跟家人聊聊天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吗 家人们让坦坦等我两年时间 可以吗 你们同意吗 如果同意的话 给我打一波正能量 好吗 搞笑 搞笑归搞笑 正事归正事 不要以为你让我笑了 这事就过去了 我纯粹是觉得你说的话很可笑 并不是说 家人们 家人们 最多两年 好不好 家人们 求求你们了 帮帮我 最多两年 你们同意吗 同意的话 不同意 我直播间里边的老爸老妈都不同意 家人们 我说是最多两年 可能就一年就可以了 或者半年 三个月都有可能 家宝 你能不能别 这个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咱能不能不要做梦 好吧 不要做梦 怎么就三个月就可以了 半年就可以了 我自己 我自己 没有创业过吗 我自己没有做过事情吗 就是 家人们 这个周期需要多久 真不是什么半年一年 可以解决的事情 而且你跟我说两年 两年它也不是一个 能解决的事情 然后到两年后 你跟我说 唐唐我这事没做成 你再等我两年 怎么办 家人们 唐唐我就想 问你一句话 你 现在心里有没有我 我想听你真实的话 我跟你说 大宝 这个不是一年两年三年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转变你的思维 你跟我说 让我等你一年 还是两年 还是三年 其实 都是一回事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 知道吗 就是说 是先成家后立业 还是先立业后成家的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想要的是先成家后立业 对不对 那 古人留下来的事情 这个老一辈留下的东西 它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知道吗 你不要跟我说 你一年后一定做成 两年后一定做成 没有什么一定的这个事情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希望先成家后立业 还不是你把事业立好了 唐唐你等我 我一年两年 我事业就做好了 咱俩再考虑 这个婚姻的问题 家人们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 其实现在 其实大宝说什么 一年两年三年 它没有意义 因为这都是一个假设 它假设是一年后能做成 两年后能做成 还是三年后能做成 我要的并不是这个疑问句 对不对 咱们要的是 它思想转变过来 知道我们要先成家 后立业 然后先考虑好 咱们自己的事情 然后事业事情慢慢来 咱们还有大半辈子的时间 可以慢慢去搞事业 对不对 但是大宝才理解不了 唐宝 咱们不纠结时间的问题 我现在只是想问你 你心里有没有我 你不要转移话题 你心里还有我吗 不知道 你自己感觉吧 家人们没有点小关小注的 来关注一下这个 好 没有入团的咱们 好多家人们前面的灯牌 都没有亮 咱们把灯牌亮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真心相爱 这一两年时间 算得了什么 真的 你最多再给我 两年时间 一定不会超过这个时间 唉 算了 算了 大宝 你 你要不你出去散散心 平静一下心情 好吧 平静一下心情 咱们再三两 不然你起码也让我见一下你 你忙你的事业吧 我怕你时间不够用 大宝 嗯 我觉得你先忙事业吧 嗯 你对我更重要啊 我 我 真的 我觉得你对我是更重要的 当然 好了 不说了 嗯 我跟家人们聊会天 嗯 好好好 让他们打一下正能量 维护一下公平 好吧 然后 大宝就是 你记得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 要去理理发 然后要刮胡子 穿衣服的时候 晕一下 就不要总是皱皱巴巴的 就出去了 特别是谈生意的时候啊 见客户的时候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然后 照顾好自己吧 你看 你还是这么关心我 我 其实我不用操心 其实 你说的话 我都会记住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你 一直有在关心我 我刚才答应 答应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了 就算我们两个不在一起的话 那个 嗯 等我过段时间调整好我自己了 你看不管是事业上 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都还是会帮的 对不对 家人们 这叫 做生意 人家人买卖不在 交情还在吗 对不对 什么 我不要这些 我只要你 坦坦我 我知道你对我特别的好 而且很多事你都在包容我 所以 所以我就是 我没有真的没有办法放下你 坦坦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绝对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大宝 我 其实我每 我每天都在担心你 你的身体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身体 所以有时候你不让我见你 我真的很着急 我怕你就是 你的胃影会不舒服 你腿 又 又痛了 我现在每天24小时 我都会拿出20个小时来工作 所以 你过段时间再看看我 绝对会有所改变的 你给我一段时间吧 我会让你 认识一个 不一样的大宝 那 我先 我先下了吧 你跟加勒们聊一聊 最后一句话 我 告诉你 就是你这段时间出去 散散心吧 好吧 开开心心的 那我先去工作了 没必要工作20个小时 差不多就行了 好 不要工作了 刚刚睡觉 你知道我知道 我的事你不用担心吧 反正你自己要 我不在身边要照顾好自己身体 其他事情我自己会做好的 你真的 有不舒服的话 你就告诉我 那我先下了 嗯 我要去 我要去工作 你和加勒们聊聊天吧 好吧 拜拜 拜拜 我爱你 哎呀 家人们怎么看 哎呀我真的我都被他搞笑了 什么西巴烂 搞笑死 哭笑不得 每次都这样 真的是一会儿想哭 一会儿想笑 人都要整疯了 他们打播正能量 打播正能量 真的我跟你说 他可比那个搞笑段子好看多了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给我打个正能量 一会儿想哭 一会儿想笑 就是 就是有的人 他是自带喜感的 就像大宝这种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很搞笑 碎的稀巴烂 我真的忍不了了 家人们 你不要说我心软啊 我确实是这个 哪怕我这会儿在掉眼泪 我听到这句话 我也喷了你知道吧 眼泪都喷出去 太搞笑了他 家人们 他一下把我给打乱了 嗯 对 可能他有一些不成熟 或者怎么样的 嗯 家人们 但是 我还是这句话 我跟大宝 在不在一起 但是大宝 有一个朋友 对 我承认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孩子 今天无论他说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走 嗯 然后我也希望他越来越好 我也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一个心意想法去走 好吧 嗯 嗯 对 也可能分开 对我们俩彼此现在来说 也都是好的 因为我不能每天像一个旺夫石一样坐在这里 然后等待一个没有结果的东西 然后大宝的 嗯 他可能也 更能明白 自己出去闯一闯 知道自己的不容易 然后我也 嗯 很感谢家人们 今天晚上几个连麦的家人们 然后家人们给我点个小关小说 明天我们继续聊好不好 对我们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呢